今年的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巴埃纳尔召开的《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强调指出,三北工程建设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 并发出了永丹使命,不畏艰辛,久久围攻,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杀自杀新奇迹的伟大号召 作为主折部门,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决扛起防杀自杀的政治责任,坚决打好三北工程工建站 那么在具体工作中,要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聚焦重点,集中力量,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 其一就是黄河几字弯攻坚站,这个项部区分布在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等五个省区 是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积粮 我们要以茅屋树沙地、库布齐、湖兰布河沙漠治理为重点 全面实施山水临田湖草沙区域性系统治理 大力发展生态光伏制杀 进而显著减轻沙患、延患等生态灾害 为黄河几字弯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生态支撑 其二是科尔沁和浑山达克沙地歼灭站 这个项目区分布在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五个省区 是距离北京最近的一个沙原区 我们要通过科学安排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实现区域内可置履沙化土地的全覆盖 稳步提升林朝的植被概度 进而斩断、影响津津地区的封沙源 构筑取一道保护黑土地和粮食安全的生态屏障 其三是河西走廊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主基站 这个项目区分布在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等四个省区 是西北天然沙漠戈壁的连片分布区 要加强重点封沙口的治理和跨境沙原地的治理 特别是要突出抓好绿洲外围和沙漠边缘防风固沙林朝带的建设 确保沙原不扩大、不扩散 那么为了打好这三大标志性的战役 近期我们正在会同相关省区和部门 争取尽快启动实时一批防杀制杀重点项目 为打好新时代三北工程的攻坚战 开好头、挤好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